字幕蔣 **** M 各位讀四尼,大家好!又是我Rex 今次想和大家分享一件事 就是考驗機車駕照 在台灣生活,沒有機車駕照 真的很不方便 我想其實在台北會好一點 因為台北你始終有一個都挺完善的接運系統 還有公車的班次都是頻密的 但我現在在高雄生活 高雄的公車都挺疏落 還有它的接運系統都不算相當成熟 那些站都是主要給旅客區 或者它主要站在乾島上面 基本上我們住得離乾島 有些遠的人就未必好享用到接運服務 所以來到台灣第一件事拿居留證 我就是去了考機車駕照 那今天就和大家說一下我考機車的心路歷程 那最後才開過我有沒有考到 好,不說那麼多,馬上去看片 首先說一下考機車的流程 其實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去做體驗 體驗很簡單的 就是進去醫院放下100元台幣 然後它就會和你做一個簡單的事例檢查 還有會問一點點指令 蹲下站起來 看看你能否聽到指令 還有會訊息一下你的聽國 它會在你耳朵旁敲的東西 不知道問你左邊還是右邊 你能否聽到聲音 那已經完成體驗了 我想是15分鐘的事 完成體驗之後 你就可以去監管所有報名 你看到它有說報名費是250元的 250元包什麼呢? 就是包125元是屬於不是 而125元是屬於老考的 那你給了這筆錢之後 你就可以去聽這個120分鐘的講座 如果你之前是沒有考過假照 或者一年內沒有考過假照 就要聽這個120分鐘的安全講座 聽完你就可以考不試 然後考路考 那如果你在路考那裡pass了 那你就可以直接過去拿假照 是職人有的 那我假照只需要付200元而已 考試開始之前 大家都趕在這個市場練習 那我又沒有帶車來的 所以只能夠不加美站借車來考 而整個考試最難的就是這一部分 直線7秒 考之前練了很多次 幸好還有成功了 因為在台灣很少人會付錢去學機車的 所以考官在考試之前 都會多說一次考試的重點 還有一些要決給我們聽 所以這件事我覺得都挺不錯的 說就說這麼多考機車上的東西 那到底我有沒有考過這個機車考試呢 那結果當然是有啦 沒錯啦 我是一take pass了台灣的機車考試 不過其實我之前是有練習了很久的 就是之前我有問同學借車 然後在一個指定的考試場地 我們都練習了大半的時間 然後才去考 那還有我之前本身在韓國交換的時候 是已經考了當地的一個機車加招 所以來到這邊再考 就是需要再熟習一下台灣考試的規矩 那就可以了 不過我也覺得很榮幸的 我是一take pass 那一take pass 之後要做些什麼呢 就是要去買車了 那買車的東西是怎樣呢 下集再說吧 那今集先說了那麼多 我們下集再看吧 下集見 拜拜